追经是一场盛大的暗恋 娱乐是一切的终点 分享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说到王妃应该没有人不认识吧 天生的歌姬 冰雪女王 乐坛传奇这样的赞美 在王妃面对似乎都苍白而无力 王妃就是属于自己的传奇 王妃在舆论终极流涌进 活成了自己一只坚持 也是别人活不成的样子 从未随波逐流 未曾失去激情忘记处心 她永远任性 永远是那个年轻的高中女生 哪怕处于舆论漩涡的风口浪尖 她仍然昂着骄傲的头颅 我行我素 逆流到底 说到王妃 不得不说李亚鹏 王妃和李亚鹏的关系 真是简不断离开乱 离婚后 李亚鹏一直处于单身的状态 不管是为了王妃 还是为了孩子 她始终未变过 这让很多网友们纷纷站队李亚鹏和王妃 但是小编觉得过得去都已经过去 这样迟迟不肯放下伤害的也是自己 不过王妃和李亚鹏有一个女儿 那就是李嫣 这个女儿有天生的吐唇 这成了她一生当中的缺陷 不过王妃的气质一直是比较出众的 生下的女儿自然也是不会差 小姑娘虽然是从出生起 就自带光环的新二代 但因为天生的唇恶劣 所以要比其他新二代低调很多 李嫣小时候经过了多次唇恶劣手术之后 现在明显好了很多 化身小女神 简直就是时尚到再近期的巴黎时装周上 李嫣的台风也一度受到了网友的夸赞 台上的她自信大气 很有王妃的气质 虽然小小的年纪 但是丝毫没有气场 表现得轻松自如 李嫣除了气场十足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画画画得很好 字也写得很好 李嫣写起字来有模有样 字迹工整漂亮 透着一股的灵气 之前李嫣的自信念 拍出了二十六万的价格 除此之外 李嫣画的话 曾在嫣然慈善晚宴上 卖出百万的天价 而这个拍卖的价格 将会当作公益的基金捐献出去 虽然是善事 但这个简笔画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网友也是议论纷纷 觉得很不值 但是最近李嫣鹏晒出了李嫣画的马 这幅画让那些曾经质疑他的人都闭嘴 这匹马生动形象 有种大作的记事感 不只是马的特写很到位